一開始要給大家看到 真是橫空出世啊 觀眾朋友 今年台灣車市的最大黑馬 當屬MG 而就在今天 就在剛剛 MG首款的純國產電動車 MG4 它正式亮相了 而且定價好殺 壓在百萬之內 99.9 貪圈是國內最便宜的國產電動車 大家都在問 短短兩年 MG怎麼把自己賣成了神車呢 可是也同樣一部車 MG4 在國際市場 現在準備瑟瑟發抖 那一把關刀準備落下了 發生什麼事了 對 沒錯 實際上這兩年來說的話 台灣的國產品牌裡面來說話 MG變成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黑馬 除了它之前的休旅車 賣得非常好之外 它第一款所謂的國產車 國產的MG4 這個電動車 它正式的上市 那這次上市的時候 今天的這個售價終於曝光了 就是我們現在畫面看到的這兩台 這個是MG4的X-POWER X-POWER這次也有上市 它一共推出兩款車 一個是基本的入門款 是後驅單馬達 售價在99.9萬 壓在百萬之內 可是比較誇張的是 它獲得的動力有204匹馬力 如果像這個X-POWER 它是四驅的性能版 性能版來說的話 它有435匹馬力 435匹馬力就要賣120萬 大家想說這個價格也太殺了 所以對他們來講的話 這個MG4來說的話 他們今天的銷售經理就說 我們目標來說 一個月至少要200台以上 我們能夠供量多少 就盡量供應給大家 想必有可能會引爆 整個國內的國產電動車的價格戰 或是說把這個門檻拉低了 我們講為什麼這個MG非常重要 你看兩年奪得 國內中型休旅車的龍頭 另外一個MG的前五月的銷售量 僅次於核泰 這是所有的休旅車的神車 你看Carola Cross還有RAV4 所以事實上 它賣得真的是相當相當好的 尤其是我們知道MG MG為什麼它能賣得這麼好 簡單來說 它過去就是一個英國協同 有歐洲的設計風格 所以你要跟他說這是國產車 這有中國大陸的影子 大家看了都覺得不太相信對不對 另外一個它裡面的 不論內裝或是各方面 都是讓你給予CP值很高 高性價比的這個狀況 尤其是它推的車款不會很多 它就今天用所謂單一規格 然後統一定價的方式 這樣來說的話 這個消費者要買的時候 也相對比較方便的一個狀況 一句話叫做清水變雞湯 這句話來形容這個時候的中華汽車 再加湯不過 你要知道 MG兩年把自己變成了神車 兩年前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四個字叫做風雨飄搖 MG能夠進到台灣 台灣國產MG成神車 居然跟嚴城立臉兩年前的一句話 有關係 對 沒錯 我們時光倒回到兩年前 當時的中華車其實面臨到內憂外患 什麼內憂外患 簡單來說他當時他過去一段時間是直優生 但是我們知道他的技術母廠 跟他第二大股東叫三菱 三菱沒有新車 沒有新車 所以你看他的營收就不斷的往下滑 往下滑往下滑的時候 他在2016年最高有407億 結果你看從2020年的時候 只有308 311 295 你看之前最高是400億 現在變成是300多億 這麼紮的這個局面 甚至他在2022年的時候 因為防疫的保單的問題 還虧了14塊 所以看起來的話中華車是真的有一點搖搖欲墜 但是在當時的時候那怎麼辦呢 當時就有人討論說 我們要引進這個MG 要不然怎麼辦 這樣才有活路 結果嚴誠力臉最後拍板定案 因為我覺得嚴誠力臉跟嚴凱太不太一樣 他要讓企業活命 他就認為說我讓企業有賺錢 這個比較重要 他就說能賺錢才有活路 一句話拍板定案就說 我們中華車就引進整個MG的這個車 引進MG的車的時候 連帶了也把整個洋梅廠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 因為已經沒有在生產這個車子了 就是生產車輛除了商用車之外 其實那種所謂的 一般的小客車都沒在生產 因為山林這個車賣的不是很好 所以說目前為止來說 又回來生產這個MG 結果沒想到2024年的洋梅廠來說 產能利用率已經超過九成了 然後年產量可以達到6.6萬輛 所以等於是說 他因為這個MG的關係 讓他整個產能 或是整個工廠的利用率 都大幅提高了一個狀況 好 回頭你來看 MG首款在國產電動車今天 今天下午直接亮相 這個定價大家想 哇 國內最便宜 Power最強 CP值最高的國產電動車 哇 你不是往內互打 你直接殺到你們自家的Luxian 7 言成立點可沒有在怕 兄弟登山 我們山頂見 回頭我要問 大家也要問 你從MG-HS到MG-4 他越慢越旺 難道不會如法炮製後面 拖一拖拉股進來嗎 當然沒錯 我們到時候事實上 目前為止來說 中華車的想法就是這樣子 我除了目前為止的 這個MG-HS的話 還有包括說MG-4之外 當然還有很多新車都準備出來 因為這個市場顯然 對MG的反應是滿好的 可以接受的 對 所以你知道 它這個MG-HS在下半年 可能會迎來一個大改款 這大改款的目標就是上汽的D5X的DMH的這款車 這台車來說的話 它是所謂的PHEV 就是所謂的這個插電式混合動力 另外一個就是說 因為它在電子煤電的狀況之下 油耗大概約是19.05公升 公里一升 所以其實這個狀況還不錯 滿油滿電的平均油耗來說 是78.7公里一升 所以這個其實速度是非常漂亮 另外一個就是說我充電好了 30分鐘來說的話 可以充30% 充少到80% 所以這個其實80%可以跑很遠的狀況 重點在這邊 重點在說它的售價 恐怕還有可能會再往下降 或是跟現在差不多的一個狀況 售價是54萬到66萬 這個價格非常殺 這個太殺了吧 對 沒錯 你看這個很多我們國內的 中型的中小房車入門價 另外就是這個價格 另外一個還有MG7的 超帥的超跑轎跑車 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因為這台轎跑車來說的話 這個1.5T 然後這個185匹馬力 極速是來到210公里左右 因為它有搭配所謂渦輪增壓 所以它其實渦輪的時候 可以跑的這個瞬間加速會更快 售價是52.9萬 你沒有看錯 這麼帥的轎跑車 52萬 另外一個2.0T的258匹 然後極速是230公里 然後售價是75萬台幣 實際上你只要算一個很簡單 過去我們都怎麼算 你算這種所謂燃油車 就是1馬力大概就是1萬 1馬力就是1萬 結果你看185匹馬力 賣52萬 258匹馬力賣75萬 這個價格當然會很殺 另外還有什麼 它還要推出可能在明年 推出這個MG2的電動車 大家把它定位成什麼 都會小車 都會小車來說 可能就是那種所謂年輕的 少男少女或是小姐們 可能比較不太會開大車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這個 在都會之間往來就很方便 它設定的價格來說 在歐元區大概是2萬歐元 大概是69.8萬 當然有可能這個價格 會再高一點點 不過這些車看起來的話 我們光從上面上的這個數字來說 你就知道 它其實競爭力還算滿不錯的 今天第一款MG在台灣 國內的國產電動車正式的上市 可是一部MG4兩樣型 台灣國際這邊準備要大展身手 可是在國際市場 為什麼說才準備要瑟瑟發抖 對 為什麼這樣子 我們事實上在今天的時候 凌晨的時候 歐盟宣布 對中國的進口車 就是進口歐盟的車子 要磕48的關稅 有就是原本10% 然後再加上可能最高有38% 等等的這個稅率 好 那到底 因為這一次歐盟是針對 他有調查中國車 所以東歐盟的汽車廠 如果你願意配合的話 或是你 我覺得你的威脅性沒那麼高 我可以給你降低關稅 所以除了原本的10%的話 吉利汽車是加增20% 所以它是30% 比亞迪是加增17% 所以它目前為止來說 是變成27% 然後BMW 雷諾還有特斯拉 在中國生產的部分 你要外銷到我們歐洲來的 加21% 可是裡面其中一個 上氣明訣 也就是MG 這個母廠MG 它居然增了38.1% 也就是最高的 其實是適用在上氣 我以為是比亞迪 為什麼這個刀子揮向上氣 你一開始會覺得說 應該是比亞迪最高 我也覺得是比亞迪最高 結果後來怎麼冒出一個MG 為什麼它最高 因為很簡單 我們如果看去年歐洲的銷售量 前五名 大家可以看看 2024 這是今年的前幾個月的銷售量 第一名MG 第二名MG 第三名MG 到後面才是比亞迪 所以也就是說在歐洲來說的話 不好意思 MG賣得比比亞迪更好 所以你就說 對歐盟來講 誰到底是最大的殺手 就是MG4 所以棒打出頭鳥 對 沒錯 所以我要打的就是MG的 這個上氣明訣 你就知道說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因為我說真的 你說比亞迪 他可能在設計上面 不懂歐洲人的心 可是我說上氣懂不懂 他當然懂 因為MG以前就是歐洲的品牌 英國的品牌 他過去一段時間 MG就是做什麼 超跑車 跑車的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你看造型很流線 可是2027年 因為MG一直賣得不好 2027年上氣接手之後 他想說我這個如果繼續做 這個所謂高級交跑車 一定賣得不好 那怎麼辦 我就把跑車的相關的設計 相關的配備 我把它弄到主流車款去 這當然很有殺傷力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看到MG車 都覺得說 這個不像是中國車 這個很像是歐洲車的原因 就在這個地方 好 尤其是MG 他已經年五年 殘年中國單一品牌 出售了冠軍 所以真的讓歐洲壓力很大 是MG 不是比亞迪 然後2023年的全球銷售量的話 破了84萬台 年增21% 歐洲市場來說年增105% 年銷售量突破20% 所以就是說我們台灣 即將賣得很好的MG4 他也是 他已經是目前歐洲的 當紅炸資機 所以不只是他可能在台灣 賣得很好 你看他在歐洲的時候 對比的車子是ID.3 就Volkswagen的ID.3 他比他便宜5000歐元 5000歐元折合新台幣是17.4萬 所以那便宜又好開 你看造型 其實也不會比ID.4差到哪裡去 尤其是他賣到歐洲 所以歐洲來說 你看就上汽已經扮演 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一共交付了約莫是24.29萬輛 很多是MG的車 你看前五月MG在歐洲 交付了10萬輛 創新高 然後也說每出口到歐洲的 10輛車中間的中國車 有7輛就是MG 所以你知道10分之7 所以我就說 為什麼他要棒打 這個上汽明確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不過我就講 他現在剛出頭的時候 原本他是寄望說 我靠著這個MG的品牌 可以在歐洲工程掠地 在全世界工程掠地的話 可以抵消我汽車的 這個原本燃油車的下滑 你看因為他過去 還是以燃油車為主 因為燃油車目前 在過渡到這個電動車 因為這樣的關係 他市值在這五年 就蒸發了1.2兆 他過去都是中國的這個 不論是銷售量 或是他的公司的市值都是第一 不過就不斷的往下降 降一落千丈 尤其在2026年的時候 是中國最大的汽車計算 2018年出口有705.17萬輛 但是問題是現在 就慢慢的往下回 因為燃油車的下跌 跌到去年的時候 去年的時候有502萬輛 我就問你 我們本來以為說 可以利用海外的市場 回血給國內的虧損 結果這個48%的重磅敲下去 會不會變成最後的晚餐了 對 沒錯 就是這樣 原本上汽就說 我這個電動車 這個MG賣得那麼好 工程略地可以抵銷燃油車 或是在中國銷售量的這個效果 結果沒想到 我才一直好日子過了一兩年之後 馬上就被打下來 所以才說 MG現在面臨到 你實力太強 競爭力太強的時候 真的 歐盟或是美國 是絕對不會放過你的 觀眾朋友 最近這樣的新聞一下子爆炸多 什麼桃園買個玉秀屋大排長龍還要搭帳篷 說什麼暗場搶成菜市場三天就clean 這個都不是代銷的障眼法 這是真的真真實實的買屋現場 而他們的共同關鍵字都是新清安 說是新清安 其實不用青年 不用手購 整個規定是寬鬆的很 我還要來告訴我們 為什麼新清安八個月 十個月到現在 居然本來要讓你買得起房 現在可能會讓你更買不起房了 好 劇戰哥要有暴兇的觀眾朋友 新清安 讓大家知道 過去十個月來帶動整個房市 他為什麼要有新清安 就像青年朋友在買屋的過程當中 減低負擔對不對 那剛剛劉安哥講的重點 等一下你聽我說 如果這個負擔不是減輕 反而變更重的話 那怎麼辦 所以現在目前 包含我們的政府跟央行 都意識到馬上要做動作了 今天觀眾朋友講 我們現在目前CPI消費者物價指數 5月是2.24 所以就是回檔在2上下 那所以其實基本上還沒有到很低 還沒有在2以下 2以下比較正常 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 主計總處他公佈 四月性的經常性的薪資 四萬六 而且實質總薪資年增1.35有沒有 所以是這幾年以來好的 去年這幾年有沒有上來了 所以大家實質的總薪資 是有增加的 可是俊翔哥增1.35 還不至於到能買房吧 那房子都會兩千萬兩三千萬 但是實質總薪資有增加 重量之下的時候 手邊的錢還算夠用 但是很多人都衝去買房子了 為什麼 因為再不買來不及了 就剩下兩盤衛生紙而已 大家都衝去那邊買對不對 你家裡還有衛生紙嗎 有啊 為什麼衝去買 怕買不到 怎麼一時之間會營造的 這樣的一個氛圍 我今天不買明天會更貴呢 怕買不到的原因是因為 太多人在買 觀眾朋友你看一下 房屋的這個房產平台 它公佈 今年的Q1 第一季你看 全台灣 我們都講六都對不對 再加入新竹 七都 所有的成交 它的這個 就是成交的這個漲幅 最高的是桃園新竹 漲12.6% 哇 就今年還在漲 過去三年已經漲多少了 都已經漲到百分之五十 有的漲到百分之百對不對 有的二十幾萬 現在變五十幾萬對不對 但是呢 今年第一季十二點六 桃園新竹 然後高雄台南也都漲到 十一趴七趴 比較早是台中啦 跟台北就五趴上下 那觀眾朋友 因為房價一直漲 你看著房價一直漲 你就很怕說 那我現在如果不買的話 我以後會不會三年後買不到 五年後買不到了 或者說更重要的是 那三年五年後照這個漲法 我現在買了五年以後 是不是我現在買這個價格 譬如說一千萬 五年以後呢 變成兩千萬 我就賺一波了 我就賺錢啊 是 那我怎麼現在不買 可是問題是你怎麼買 每個人現在手上有一兩千萬嗎 新清安就出現了這個問題 他給你一千萬的貸款 讓你能夠貸一千萬 所以呢 你就可以有兩百萬的基本的本金 加一千萬 一千兩萬就給他買了 買了以後期待五年以後 因為新清安很簡單 他可以有一千萬 而且呢 他前五年的話還是不用繳本金 只要講利息 所以我就直接這五年度過以後 對 五年後我能賣了 因為五年之內 你把這個房屋買賣的話 要課重稅 我五年後沒有課重稅的時候 我都只有繳利息對不對 俊翔哥 我就期待 因為我剛剛看到了嘛 房子一直漲嘛 對 所以我就suppose 五年後房子會漲比現在更貴 好多人就這樣衝進場了 你這個就變成好心做壞事了 我本來是要讓 自助剛性需求的老百姓 你買得起房 買了你就住下來 你講的是五年後我要賣 這是投資客的思維耶 現在就是投資客的思維啊 你講說什麼台北市是蛋黃區 新北以前是蛋白 現在是雙北是蛋黃 桃園是蛋白 我告訴你全台灣 現在到處都有人買房子 因為新清安 是 觀眾朋友你看一下 桃園的草踏重化區 你 這就high邊一個很邊邊的地方了 他直接就是從這個一字頭 變成二字頭 漲上去了 然後賴總統的萬里老家 基本上有人講說 萬里的這個房價叫萬年不動 誰會跑去買房子 又那麼遠對不對 最近也漲了 漲百分之五十 所以到處都漲為什麼 居然哥再回到我剛剛的設定 當你新清安推出以後 他的這個貸款的門檻非常低 我就可以直接拿到一千萬 那我就能買了 而且我前五年還不用繳本金 我只要繳利息 所以算一算我只能夠繳出利息 我就給他投資下去 五年以後 我就脫手賣了以後 我少說賺了三百萬五百萬八百萬 所以大家就衝上去買 買到現在目前 你可以知道過去這十個月新清安 造成很多的問題 我等一下再告訴你 那央行現在也注意到了 所以央行今天開這個 李監事會講說 對不起 第六波的房價 我們要開始一些管制措施 因為公股銀行 新清安的房貸 要去調查 我剛剛所講的 是不是人頭戶 有沒有當包租工 你是真的要買嗎 新清安是要讓台灣的民眾 買房子 降低困難 降低門檻 結果搞了半天 你也沒有要自己住 然後你買了要五年後 還要脫手 你是想要賺一筆 那你為什麼可以賺這一筆 因為政府給你一千萬貸款 那政府給你這個錢 讓你去炒房 對 那就沒有解決居住 這個問題 所以央行現在決定是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方向 內政部長劉思芳也講 他說新清安現在目前 已經達到階段性的任務了 所以央行以後 不應該再做加碼的補助 所以整個政策的方向 已經注意到 新清安所造成的問題 那觀眾朋友要跟大家講 這個數字 可以很明顯的告訴你 真的新清安帶動了 所有大家人 衝進場來買房子 所以居然像我這種 摩羯座A型的人 很不喜歡借錢 很不喜歡手邊沒錢 所以我不會隨便去買房子 或去貸款 但是你要知道 2013年的時候 台灣有沒有 不但有房貸 還有信貸的人 有沒有看到 基本上是 我加起來是30.5萬人 那他貸信貸大概平時貸51.2萬 房貸大概317萬 2013年11年 現在多少 你看一下有沒有 現在是36.4萬人的 他信貸101萬 房貸568萬 這麼多人去貸信貸 一起來買房 對 就不但只有房貸 還有信貸 那觀眾朋友 你要知道 現在目前的新清安 造成的 你看 直接在這個6都 5月份的時候 買賣轉移 表示說 房市的這個整個 交易量很大 很熱 大家都要買 好 那觀眾朋友 我剛剛講 這不是自己想的 因為很多年輕人 都在問了 我現在才幾歲 20幾歲 30幾歲 我能進場嗎 就答案居然是可以 因為我只要手邊 有200萬 或者是我手邊 沒有200萬 跟我爸爸媽媽媽要啊 因為一年可以 父母可以給小孩200萬對不對 我只要有200萬 我就去新清安貸款以後 我是不是就有1200萬 那我有1200萬以後 我買那個房子 買一個1200萬的 那我未來的5年 我剛剛所講的 我不用付本金啊 我只要把我的這個 這個信任 都拿出來 交這個利息 5年以後 我是不是脫手 那你看 這裡這個 這個PO文就非常明確 他suppose 萬一5年後 給我賞到2000呢 我1200買 我沒有門檻 我新清安 5年以後變2000萬 我就賺了800萬 所以大家拼命的衝進去 去買新清安 就是這個關係 但俊強哥 這個問題來了 因為這個事情 造成的影響就是 那這樣子房子 整個建商 它還會出便宜的房子嗎 我1000萬起跳啊 反正大眾都借1000萬啊 它變地板價了 對 所以房子反而變貴了 那你這個本來是希望 大家能夠不要炒房 要打房了 反而變成 大家都在炒房 所以新清安的政策方向是對的 可是現在出現了一些 細節的問題 政府已經意識到了 要趕快終止這個亂象 五七暴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當天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暴新聞 巨像 還有優秀的五七暴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 每一天 挖真相 五七暴新聞 請問五七暴新聞 請問五七暴新聞 在其他人家 一天 請問五七暴新聞 感谢观看